这款车BJN100都不会出错 不管买什么车 安全都是最重要的 我身后的这台吉利英L7是80T的车 至今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行驶里程也不多 2000多公里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2000公里的实际用车感受 首先我觉得这款车是很漂亮的 当时之所以选它 也是因为它长得比较好看 这块的前个山 大个山是没有的 它跟很多其他的那种混动车型 是不一样的 直接一看就是一个纯电车型的那种设计 当然下边有个小的一个下个山 这部的日间行车灯 看起来还是非常妩媚的 有那种单凤眼柳叶眉的那种感觉 看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挺勾人的 前沿灯这一块的造型设计 还是挺有感觉的 这部有很多这样的线条 这样看起来很有未来感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车标是吉利银河的专属车标 虽然它也是吉利的 但是又与众不同 接下来咱看一下车身侧面 看到这个线条了吗 它从轮眉这一块 一直这样延伸 延伸到车尾 很有那种蓄势待发的感觉 下面还有一个这样的线条 然后这边也是有造型的 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 感觉它会比较惊艳 尤其是侧严的时候会比较惊艳 但是它又很耐看 大家应该有过这样的经验 就是过于复杂的线条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有审美疲劳 但是吉利银河227 它线条很优美 但是又不是那么繁杂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挺耐看的 时间久了之后还是那么好看 这边是有一个充电的接口 快充慢充都支持 然后我们选的这个是纯电续航 115公里的那款 下边是一个19寸的轮毂 对于一款不是那么大的SUV来说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轮毂 还是挺拉风的 吉利银河227的车尾造型 我觉得是更惊艳一些的 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贯穿式尾灯 然后整体这个线条多层起伏 正侧面这样看的话 是非常有设计感的 这边是一个电动尾门 这样打开之后可以看到 后备箱的储物空间还是很可以的 装个五六个行李箱是没问题的 而且同时还能放下背包 这个开口也很大 你装东西的时候更容易装载 大件物品更容易装载 因为有些车型的话 确实是后备箱很大 但是开口很小 有些东西根本就装不进去 这个位置两边的区域 还有两个小的储物格 可以搬一些零色的物品放在里边 打开这个之后 下边还有储物空间 真的是 这边是有个储物空间 那边也有 如果这些还不够 你把电路要放倒 就能获得一个更大的储物空间 吉林银L7 它的车门开启方式有很多种 首先就是通过白色的车钥匙 这个车钥匙大家看到了吗 真的是很漂亮的 很圣洁的那种感觉 此外还能通过手机蓝牙车钥匙 和远程控制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接下来咱们去车里感受一下 进到车内 第一感觉是这款车很有科技感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是有很多大屏 首先这边有个液晶预表盘 液晶预表盘上可以显示 你的车辆的行驶信息 以及娱乐的一些信息 甚至是一些导航的信息 中间有一个中国大屏 中国大屏上集成了很多的功能 咱们常用的那些娱乐功能 导航等等的 它都有 而且还有比如说唱歌 听音乐 看电影等等的这些全都有 此外 副架这边还有一个大屏幕 而且这个副架大屏的尺寸 比这个中国大屏还要更大一些 当然那个顶配车型 前边还有一个HUD的 这个方向盘 是一个这种四幅式的一个方向盘 方向盘是有很多的功能 这边是因为中配车型 这边只有一个定速巡航 当然其他的那种顶配车型 高配车型 它是有那种L2G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 包括ACC等等 那些全都有 这握持感还是很不错的 灰 棕 还有一个金属色 搭配在一起 还是挺好看的 它这个整体内饰的感觉 我还是挺喜欢的 首先是这种灰棕式的这种搭配 然后呢 出手可及的地方都是软质的 包括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这些都是软质的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金属色的一个面板 这是个塑料的面板 这边呢 是一个亮面的一个面板 有一些那个调味的装饰 这样摸上去感觉可好了 真的是很舒服啊 包括这一块 它都是一些软质的包袱 用料方面还是挺良心的 这个位置呢 放手机的地方 可以放两个手机啊 当然也有无线充电的功能 然后它这边呢 看到USB接口在什么位置啊 这个位置 有个Type-C的 有USB的 这个挡板打开之后啊 下边是有一个储物空间的 这边是可以放水杯的啊 这边呢 还有一个放卡片的地方 然后呢 你可以往前这样推过去 推过去之后呢 下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 装了很多东西啊 我觉得都有 都有差不多20厘米深 然后这边打开呢 还有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这个储物空间里边 也能装很多东西啊 很深的那种也是 我觉得储物空间啊 我觉得设计的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多个功能分区 这个设计的还是很冷静化的 我现在啊 终于做上副甲了 平时我都没有机会做副甲啊 这个大屏幕 真的是很舒服啊 现在我们你看 看出是新车来了吗 这个膜都还没撕呢 算了我也不撕了啊 里边的功能呢 其实跟中国大屏幕差不多 有很多的应用 重点是这一块 可以听音乐 然后看视频 它的语音控制系统 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 你好几粒 傅教您好 我饿了 以下结果 他这样就给我找 那个附近的吃的 然后呢 你好几粒 哈喽 我要充电 好嘞 现在去第几个呀 你好几粒 在 退下吧 下次见 你好银河 哈喽 导航到首都机场 以下结果想去第几个 第一个 好的 你看这个语音控制很舒服啊 这一块呢 还有一些游戏 对它有很多种联系方式啊 包括华为手机的连接 小米和微博手机的这种专属的连接 它这个是CarLink和这个HiCar 华为的 然后全都有 这边还能玩游戏 因为它这个屏幕是凹进去的 其实 对驾驶座的这种影响并不太大 而且啊 我这款车呢 还选中了一个女神座驾 有腰拖 有腿拖 把这个椅子可以躺得很舒服 真的是 你好吉利 副驾你好 打开座椅按摩 OK 它的女神副驾 还是有座椅按摩等等的各种功能 而且可以放倒 而且这边还能有娱乐功能 是不是感觉很爽啊 但是呢 它这个位置是没有储物空间的 它储物空间就集中在这一块了 但我觉得基本上也够用了啊 这边也有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 放水的话 放个四五瓶没问题 只是这一块没有 当然看车的话 不能只看前排 还得看后排 作为一名称职的司机啊 后排平时是没有什么机会去体验的 当然坐在上面的时候 还是很舒服的啊 也是那种很好的包裹感 卵硬失踪的支撑感 这边呢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央扶手 这边有一个后排空间出风口 然后呢 这边有个USB的充电口 还有一个Type-C的充电口 充电的问题啊 是不用担心的 而且啊 还有一点比较好的是啊 它这个中间这个位置 地板 就高出来这么一丢丢 中间这一块 基本上是平的 然后你就是后排坐三个人的话 不然你坐在中间 这个腿也还是可以的啊 上面呢 是有一个全景的天窗 这样打开后排的粘量链之后啊 它的视野还是很开阔的啊 这边储物空间 可以放三瓶水门问题 这边也有这样的出风空间 然后头部 你看 这样两拳 两拳多的距离 腿部呢 也是两拳多的距离 一米七的身高啊 还有一点 它的后排座椅的椅背角度是可以调节的 就这样扣着这个黑的位置 这样往下一调 这样就多出来了 能看到吗 它会养的更强烈一点 虽然这个角度不大啊 但是呢 可以满足更多的那种 常坐的需求了 接下来多一些它的驾驶感受 吉林英海L7这款车 我觉得开起来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 首先这个座椅包裹性很舒服 软硬失踪 刚才已经说过了 然后这就是它的动力啊 真的是一踩就有 无论是起步还是加速超车 都不在话下 而且即使它是在亏电的时候 它加速也还是挺猛的 蹭一下就直接能过去 我觉得这一点 相比于其他的很多混动车型来说 它算是更有优势的 很多人买吉林海L7啊 是因为它足够安全 其实我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我觉得啊 不管买什么车 安全都是最重要的 这款车其实在之前 它做过很多测的测试 包括刮底 然后沉水等等 各个方面的测试都做过了 那个主要是针对电池的啊 反正它的电池安全方面 确实非常不错 其次呢 它在主动安全和其他的被动安全方面 也都是很给力的啊 主动安全方面 吉林海L7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比如我们最常用的三不六度全景影像 在你过窄路或者是刚起步的时候 或者停车的时候 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啊 再有就是啊 这款车很安静 即使在亏电的情况下 它也还是很安静的 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发动机的嗡嗡声 我觉得这一点 跟其他进入对手相比的话 还是挺有优势的 再有就是啊 我觉得这款车比较省 当然我这个体验还不是那么的强烈 因为只开了2000多公里嘛 开的公里数越多的话 会感觉更不一样啊 比如说我把油加满之后 它这边显示的是有1000多公里 这还不算加电啊 加热电之后就更强了啊 实际开的时候会打点折扣 但是折啊打的并不多 我觉得还算是挺省 115公里的纯电续航 基本上你一天出去的话 一个来回就够了 你上下班的话就足够了 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款纯电车来开啊 你那油就不用加太多了 开了两个多月 2000多公里 吉利英海L27go的感受 还是非常不错的 值得点赞 首先它的外观设计 我觉得还是很惊艳的 而且呢 非常的耐看 内饰呢 用料非常的讲究 乘坐很舒适 尤其是我家的那个女神副驾啊 真的是太舒服了 有腰拖 腿拖 等等等等的 还有座椅按摩等等的 然后以至于啊 我经常就想去抢着 去做副驾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而且它的配置非常的高啊 有很多智能驾驶方面的配置啊 而且呢车机的功能也非常的强大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它的动力非常的强悍 起步加速和超车的时候 一踩就有 而且即使是亏电的时候 它的动力依旧可以很迅猛 我不知道它怎么做到的啊 我也开过很多其他的 很多混动车型啊 它们在亏电的时候 通常动力就不行了 而且呢 你踩油门的时候 会有嗡嗡的那种很大的发动机的声音 但是吉利英海L27啊 即使在亏电的时候 它的车内也可以坐得很安静 而且两个都要用下来 我觉得这款车还是很省钱的 充满电加满油之后 它能跑一千多公里的啊 你就想想它的油箱才多大呀 所以啊 我觉得这款车 逼着眼睛买 你都不会出错 那么你觉得这款车怎么样 值得出手吗 在你开过之后 又有怎样的感受呢 来评论区告诉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